吉人太深 該死的 什么 闻开 老婆死了 看来你对这一武的威力 还是忌惮的很呢 莫作主 快阻止他 好强的我也要看 你专心对付韩风 这个老家伙交给我 三四一会 韩风 不知道现在的你 能吃下我一剂伯怒火怜吗 此地不宜久留 这家伙竟然自己先跑 先逃 先过老夫这一关 隐魂不散的老家伙 这段恐怖的威力若是当面吃上一剂 不死也惨 到时候仅凭老夫 怕是瞒不住他们 解决了 解决了 往这边来的人越来越多了 速战速决 莫宗主 韩风 你们谁愿意先来尝尝我这手中的火链 莫要冲动 小门主这般手段 本宗算是见识 今日之事 黑皇宗便不再插手了 告辞 莫宗主 你可莫要受了这小子的诡计 今日你的举动已得罪了他 日后他前来报复 你又如何应对 你怎么不逃了 这是本宗的事便不劳费心了 你还是自求多福吧 然儿 起山 我们走 这个老王八蛋 韩风 魂殿到底把老师关在哪里了 哼 硝烟 你根本不是魂殿的对手 哼 你手握菩提化体弦 又杀了魔眼谷三位长老 还是先想想 咱们逃过地魔老鬼的追杀吧 小爷 你重宝在身 不要冲动 先回学院 这 你 还是让他跑了 现在也顾不上这许多了 先回学院吧 哼 可以 拿你的命来换 碧绿色的火焰 你的火焰 似乎有些怕我的异火 你改换了异火 师兄 老师当年受到的伤害 便让我今天替他了结了吧 当年之事 唯一让我遗憾的 只是没能得到那完整的本质 如果你现在亲自给我送上门了 果然无可救药 你这两年果然成长的是我 可惜对我没用 你这两年果然成长的是我 你这两年火吸引 真正在被分解 你正在被分解 铁开 你的衣火有古怪 你的衣火有古怪 这家伙 果然如老师所说 不管是令友术牌师修炼 都有极强的天赋 能被那老家伙看中 果然不简单 先前倒是小看了你 这家伙心机真神 连我们都不知道 他已经快踏入道宗阶层了 小家伙 这一次 你还拦得住寒风吗 你是这两年中 第一个令我施展全部实力的人 只是半只脚踏入道宗而已 实得这么嚣张得意吗 至少用来收拾你足够了 最硬的小师弟 是 已经炼化了陨落心炎 原来如此 你用焚爵融合两种异火 这就是能分解海心炎的原因 恭喜 猜对了 你又一次让我认清了焚爵的价值 只要将你打败 焚爵 星园地星火 陨落心炎 它们都将是我的 疯子 就怕你没几个本事 小小的星火 也想对我造成伤害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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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鲁 数据 军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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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下地狱吧 王妖艳 艳奔 自浪尸 小师弟 看来你的实力不如你的嘴皮子硬 怎么 这就开始斗气枯竭了 看来师兄我真是高看的 现在高兴 是不是太早了 师兄 同样的亏会吃两次 看来我也是高看你了 第一次凭借自己的实力 能有这样的威力 也不枉费我这两边在地底受的苦 如今的火莲 恐怕比当年那次更加恐怖 该死家了 爱心幻生 不愧是半谱多宗的强者 竟能凝聚出这般复杂的异火兽心 去吧 去 快找掩梯 快 倒是小看萧衍了 竟能拖住半步斗宗的韩风 只是还未分出胜负 结局难料 希望萧衍能获胜吧 韩风只怕是自身不保乱 再纠缠下去 我们俩十多要败在苏千手下 萧衍这家伙 真是越来越恐怖了 两年前要叫我们一声学长的家伙 如今已经能和黑角狱中的 一方强者相抗衡了 这种恐怖的修炼速度 已经与修炼天赋无关了 这完全是萧衍的自身机缘 萧衍 如今的你 令我也不得不佩服 萧衍子 你可别出什么意外啊 不然我还有什么脸回去进大客 是盟主 是盟主 皇上来了 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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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 坏石之徒 死有余辜 送你一场 别 真 真 能这样 死了 可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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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拦住他们 是 没想到 最后会再在这家伙手中 你的命是我的 你 这女人究竟想干什么 又要救我 就对我这么不客气 差点直接把我给拍死了 要不是这家伙突然出现 韩风这个混蛋 现在已经死透了 恶心的来人 好 好帅的一脚 你想让韩风这家伙 最后竟死在一个女人脚下 这窝囊的死法真是让人笑掉打牙呀 你是谁 请看管我魂殿之事 她的命 是我的 别人还没资格守 好狂的女人 这么多年敢与我魂殿这般说话的人 你可还是第一个 滚吧 今天你没机会下手 今天我的确运气不好 不过我的任务并非几杀点小的 只要确定邀尘的灵魂体在他身上 我的任务并算完成了 至于他的命 就会由魂殿强者来收 借你之力 又凭点药师的灵魂 守护还真不小 小子 小尘的灵魂就先暂存在你这里 好好享受你最后的时光 到时候这女人可庇护不了你 魂殿已经盯上老师了 小一次只怕不好对付 该死 那家伙把海星叶也拿走了 围剿黑盟余孽 是 不愧是黑盟盟主佩戴的高级纳戒 竟然还有防护功能 可惜在灵魂力量面前不可一气 那个 女王殿下 该死的 迟早本王要亲手了结了你 女王殿下 这次多谢相救了 阁下不知是何方高人 能否报上名来 说不定与我迦南学院还有救呢 大长老 不必担心 博与他之间 闭嘴 小爷 你对我做的那些事 只有你的命才能抵偿 这是最后一次 下一次 我定然不会留手 这女人实力太恐怖 就连我对上她胜算都不大 以你这小子的实力 能对她这样的强者做什么事 竟惹得她要杀你解恨 大长老 这是从韩风尸体上搜到的 游海纳戒 当初韩风为这纳戒 费了不少力气 听说这其中的奇珍宝物 价值更加不菲 不过 既然是你的战利品 你就留下吧 多谢大长老 可惜海星宴并没弄到手 有游海纳戒的补偿 已经不错了 不过最重要的是 你现在已经被魂殿盯上了 那个神秘组织 可不是寻常实力啊 就算是他们不来找我 我也会去找他们 迟早是要对上的 你还是先养好伤吧 趁魂殿未到 多提升些实力 日后 你会知道他们的可怕 诸位 韩风已死 剩下的成员不足为据 黑盟可谓是气数已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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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预料到会和魂殿碰头 索性 现在已经有了保护自己 和老师的实力 若今日是全胜状态 定能够击退那团 诡异的黑武 2日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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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日现在 看来在地底这两年 已经彻底清楚残留在体内的落毒了 可惜 我对这医伙的操控还不熟悉 想要自如操作 只有脚踏实地才是正途 这种融合而生的医伙 并未列入异火报 总得有个名字吧 叫什么好呢 或许 琉璃连星火正适合 想要变强 就必须尽早加强对异火的操动术 不然 何时才能去见熏儿 也许 该是打开这圈斗鸡的时候了 这是什么 一圈斗鸡 不过 需要斗王级别的实力才能开启 这要如何打开 这要如何打开 你 没有 这要如何打扎 就要是 还得疏 还得不cede 万一 更好 这要是 地阴绝 地阶高阶 相反为原武斗帝强阁所通 共武士 凯山印 翻海印 腹地印 燕天印 古地印 阴阴相逢 武印大城有翻江倒海 吞天侍地之能 巅峰时期 直辟天机斗机 但欲修炼此地 必至斗的王之计 否则修印不成 祸不自首 地印绝 好霸道的名字 小元哥哥 星儿 小颜哥哥 你如果能打开卷轴 并且与我见面 那你应该已经晋级斗王了 行而在此 向小颜哥哥道声恭喜 这地印诀 是我族最高深的斗技之一 后面三印 薰儿也未曾到手 能留给小颜哥哥的 只有这前面两印了 修炼开山印 至少需要斗王实力 至于翻海印 最好是达到斗王直接在修行 此外 地印诀是我族秘传 若是外泄 族中定然会派人前去收回 所以 小颜哥哥你要答应薰儿 你习会之后 一定要慎勇 还有 小颜哥哥 薰儿想你 一切保重 一切保重 好 行儿 等我 谁也阻拦不了我去找你 我会想要不要 不 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